时光飞逝 一转眼 玄斌和孙艺珍儿子都满意周岁了 前几日 孙艺珍突然在个人社交平台 晒出一组穿韩服聚会照引发关注 当时有很多网友都猜测 孙艺珍是在为儿子举办周岁宴 所以他才会穿得如此正式隆重 11月1日 这一消息彻底被证实 1日早 多位玄斌孙艺珍粉丝晒出某派对公司截图 并发文写道 我们的甜豆宝宝都要一周岁了 仔细看粉丝分享的图片 其右下方明确写有玄斌和孙艺珍的韩文明 而且照片中的小物件还全部都是宝宝抓周用的 所以可以肯定玄斌夫妇的 却为儿子悄悄举办生日派对 伴随玄斌儿子庆生现场照曝光 网友们也十分好奇小宝宝抓周到底抓了什么 虽然抓周结果很难知晓 但看玄斌夫妇为儿子准备的这些抓周物件 却让人狠狠感受到了他们夫妻对孩子满满的美好期待 有象征演员的哈尔滨剧本 象征法官的木锤 象征医生的医学听诊器 象征会计师的硬币 象征长寿的沙线 还有夫妻俩的约会法宝 高尔夫 以整个仪式感满满 众所周知 玄斌和孙艺珍俩人非常喜欢打高尔夫 此前恋爱时就曾被拍到一起打高尔夫的画面 甚至俩人结婚后度蜜月时都不忘带着高尔夫装备 如今 夫妻俩又把高尔夫球拿来给儿子当抓周物件 这是想要孩子也一起加入他们的队伍吗 一爱人真的好有爱啊 儿子从出生到现在 孙艺珍晒娃次数并不多 阿倩每次晒娃都只是晒儿子小手或小脚并未曝光他正脸照 这让外界愈发好奇他们儿子长相 面对好奇的网友 孙艺珍在节目中松口透露称儿子没眼像他 鼻子嘴巴部分则像爸爸 整体来看是更像妈妈的 虽说并未见过甜豆正脸 但从孙艺珍描述来看 甜豆肯定是小帅哥一枚 毕竟爸妈那可都是顶级颜值 产子后的孙艺珍 在今年7月已经正式复工 又要忙工作又要拿出陪伴儿子的他 虽说会很累 但孙艺珍表示儿子的到来 带给他前所未曾感受过的幸福 看得出来 孙艺珍很享受陪伴孩子的时光 40岁才和玄斌迎来第一个孩子的孙艺珍 也有被问到追生二胎话题 对此 孙艺珍回应称 这个需要好好考虑 还补充说孩子很可爱 所以说喜欢孩子的孙艺珍 未来不排除和玄斌追胜二胎的可能 而说到玄斌孙艺珍 从荧幕情侣到结婚生子 两个人甜蜜不解 前段时间夫妻俩还被偶遇到和朋友一起吃烤肉画面 而且 孙艺珍罗尔也会分享出玄斌日常为他拍摄的美照 还夸赞老公拍照技术有进步 幸福感完全藏不住 当了妈妈之后的孙艺珍 在他脸上很少看到疲惫感 每每出镜那笑起来月儿弯弯的眼睛将幸福全写在脸上 还有那浑身上下流露出的温婉气质更是加分 状态不要太好 和玄斌看起来也是越来越有夫妻像 这就是嫁给爱情的美好模样吧 这一对真的是好恋人羡慕 好恋人羡慕